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在這裡跟大家更新的新聞。 這個新聞是香港搞拳賽,微辣的霍哥和周永恆打拳。 霍哥成為第一個微辣事件後現身的相關人士,叫做解凍。 我們看看記者會是怎樣。 其實記者會都很重火藥味。 鍾培生宣布他會搞培生擂台無敵杯2023,邀請了微辣的前藝人霍哥, 還有曾經自稱人渣的周永恆對打兩個人,在台上都好有火藥味。 霍哥說自己88公斤,要減到70公斤才可以跟周永恆打。 他就說希望周生真是可以真真正定、給心機練到, 不要像上次張志恒那樣上台又隨便被人打一鍋。 就算頭兩彎搞定了都算了,鍾生就說要流血,他說叫他流。 而這一個這樣的記者會上有一個環節,就是大家face off的環節。 周永恆一開始就不停的伸來去引霍哥笑, 突然之間兩個人打起上來,周永恆就一巴掌下去, 霍哥的臉都掌了幾巴,之後霍哥都還手。 他們後來亦都打到兩個人躺在地下。 周永恆在記者會上都說了,他說現在有個這樣合作, 發洩情緒,就是多謝阿鍾生給他這個機會。 但是霍哥就跟他說了,就說有看新聞, 知道你周永恆不打男人的,打女人的。 但是整個記者會應該有不少記者, 就關心著微辣的狀況。 其實霍哥雖然在記者會上講很多東西, 但是就沒有提到微辣任何的東西, 就說已經是前公司了,就等他們公佈。 那即是說,關於微辣的消息,霍哥就完全一樣, 暗口,你問他什麼呢?不知道,不要問我, 問第二個,問回微辣。 那麼多日來,其實都沒什麼出過聲。 基本上是,好像只是出過一兩張圖片, 就說阿貞是因人。 但是去到昨日為止,阿貞的媽媽就出了個鋪文, 在澳門也有很多人在說,甚至說做鬼都不會放過那幫人。 阿霍哥今天都沒有任何回應,出個鋪位問家人也好。 好了,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你們支持誰呢?你支持阿霍哥去打贏周永恆啦, 還是支持周永恆打霍哥一身呢? 下面留言啦,我們下集再見啦,拜拜!